三个中产档 上周已经说过 群众力量很惊人 你说要罢买什么 随时可以让店铺下道歉 甚至连石镜泉都会受到影响下台 所以开始有人说 既然力量那么大 不如我们想更大规模的事情去做 其实之前也有听过 例如要把中银的钱全部禁止出来 又或者要把港元资产转到美金之类 最近有一个建议是要收购TPB 只要50万人每人捐一千元出来 你就可以筹到5亿多 现在TVB的市值大概10%股权 即是四十几亿 如果你筹到5亿 你就可以买到10%股权 10%股权 虽然你未控制TVB 但最低限度你已经可以委任董事进去 然后委任董事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叫它炒完之位 然后你可能收TVB股息 你又可以继续收购TVB股权 终有一天 你就可以完全控制TVB 你就可以令TVB由共产党建制台 变成真正的人民电台 首先我想不到你买5%或者10% 为何有一个董事跳到他们终于有一天控制TVB 为什么那两个中间相差很远 因为电影通常都是拍两个中文件 这些有点像TVB那些剧 TVB那些剧在港金融 就是有这些 就是突然间那个厂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控制了这个董事局 你们全部出去说 怎么搞错 为什么 真的很有TV剧 接着被人收购的那些很货产 通常都是这种剧情 为什么突然间由 你买5%就算了 为什么由那一刻变成突然间可以 突然间可以 下一步 我看一步 起码炒到原截位 我们控制了10% 这个不是没试过的 因为之前我们讲经济日报这个石镜泉 有很多人都传的 因为David Webb援住了这个 经济日报的 7%或8%股权 他打算照顾香港YOU的股权 接着就加上去逼走这个石镜泉 现在我都是做同一样东西 有前居可隔 经济日报冯兆波都应该害怕香港YOU的同学们 而且他都应该害怕DWB 但是问题 我想黎帅哥不会那么害怕你那班人 第二就是 当然了 第二就是你炒了袁智慧 其实也没用 除了袁智慧 没错 炒了袁智慧 至少是会施压 我们有10%股权 我们就可以令TVV 不可以那么乱离 这件事可以做到少少事 但是我们做股票的 周时玩残理 都是一件非常之用的 为什么玩残法呢 先供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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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TVV这间公司 如果他被人敌意收购会做些什么呢 你现在就是这样 其实你会中间会有一个过程 如果被人敌意收购那一刻 你什么都做不到的 但现在被人敌意 我发现你正在买我 你又未够钱 那一刻又买了 你打了开口 你正在买我 那这件事就是 首先你买了几个百分之后 那我才说你 你未买的时候 你中了伏 你得个趋势反而就未开始 到你买了三四个百分之后 开始在市场收购 首先第一件事 他就没有可能提出全面收购 因为你钱到了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 你只有几亿 你都不可以全面收购什么 你最多都是大手交易 还有你中筹 你就要中筹 你就犯法 就是你现在这个非法集资 然后你就放在基金上 那你就每年给了几百万个基金 你首先要有几百万责 那你要信得过那间基金 收你几百万 不是落了你格 不是做你生意 多多少少都要落些格 我想就算是 大家同事往事的时候 大家收贵点 收贵点 收贵点 你没有监察 你就很惡搞 还有 你究竟 大家一起夹钱 煮一盆饭 谁先开饭 你夹了一阵就 是的 问题就是 哪个人去负责 理想崇高 现在就说 我们不如成立一个信托基金 接着我们就 只是用来 我们说是买TVB股票 所有盈利 所有薪酬的资金 我们就做一件事 就是不停买TVB股票 买到控制 但是问题 你也有一个控制权 你不想 喂大哥 你想想 你只要想想 让你控制TVB 你见到女儿 不是说创作自由 新闻自由 那么简单 你收购TVB 收购了很多女儿 我确实 你控制所有TVB的女艺人 你控制所有TVB的女艺人 如果那么容易 去搞得到的话 为什么外国势力 不早就收购了TVB 是TVB 每次都是 他可以扔你牌 那就是 最爱心 最爱心就是 但是最难受的就是 你究竟哪个人 先进去那个Bot 进去那个Bot 那个人 是有太大的利益 就是TVB是好 为什么人家那么多人 亏本都买TVB 是因为他有很多界外利益 那有界外利益 是谁先做 对不对 不要说有很多女儿 你还有新闻 你追击谁 就是追击谁 有女儿有盛起一个看法 但另一个看法 是怎样呢 TVB 如果女艺人的数据呢 就是 熟金融的人 都觉得 有钱有钱 那这些东西 你说 让你进去做的话 你都 你 很懂金融的人 反而会可能 他想 这盘数据 这样 我可以 就这样 不用钱 我责用 现在你们出钱给我 我去做 是不是 现在你们 公欠了你们的钱 给我去做 我肯定是祭 是不是 这个不用想 当然 如果你中间的过程的时候 别人就太多时间 就是你不是一口一口 如果你现在 这么说 如果你现在钱齊了 你一股都不用买 你直接提开收购 我就出20元 家里都给我 你随时买到 对不对 你随时买到 难道20元 你不全给我 现在鞋面 持26元 我顶空 记住所有 五手所 持三四十元 到最后 出20元 你一定全部都给我 你已经可以 搞定了 你已经可以 搞定了 TBP 基本上 你 当然你要 浅度 但问题是中间有过程 你不是浅度 你等于消费 你肯放钱 你终于买到 TBP 但问题是 你不肯放钱 你又要省住 你又要什么 你先买到10% 那就糟糕了 因为人家就有一大堆方法 可以吃了你那十亿 或者五亿 而完全是不会让你控制到 TBP 买了垃圾 公司花了钱 没有现金 对 或者可以回家伸到气 整个三公一 你都死了 是 另外当然 这个也是牵涉到一件事 就是 我们经常都想象一件事 就是收购一间公司 就是由低造气 我们筹一笔钱 接着我们先派人进去 坐董事局 接着我们再慢慢 一步一步来 令到股东 倒戈 接着他们会慢慢来 但是问题就是 你金融的财技 实际上牵涉了太多 我经常都说 实在他们看得太多TBP 对 他们也是太简单 在金融一世 那些TBP倒戈 你是想 现在是黎税缸 晋刚强 你想谁倒戈 对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我们经常都想用一种 是没有成本的抗争方式 他会觉得 一人这个千元来 都不算是什么成本 我便可以透过这种 没有成本的方式去做 但如果一样东西是没有成本的 很多人都已经做了 如果那样东西是没有成本 又能够达致成功的 怎会由你开始想到去做 问题就是 如果一人给一千元 你是不是真的有五十万人做 第二就是你哪个人先呼吁 老实说 如果我呼吁了一人一千元 我就卷了五个人就走路 对不对 就是你那个人要一个 trust worthy的人 第三 这个是我对整个抗争运动的 一样的观察 是观察 在抗争运动之中 从来现在就只有一些 年轻人黑衣人 去奉献出自己的身体 我不敢说生命 他奉献出血汗人生去抗争 我从来没有见过 即使是你说到最激烈的人 是真正付出的金钱 就是我 但现在那些612人到基金 筹到五千万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人 是真是能够 你讲大罢工 支持大罢工的人 就算很支持一些 支持员工罢工 会不会整间公司接埋 不要做了 接着再去参加 就是到了最后 你都是 你都没见过人家 好像以前 辛亥革命那些 是真是整副身家捐出去 就是比如说 某军 你这么热血的 你不如卖了一只鞋 或者你鞋都没钱赚的 你鞋都没钱赚的 你鞋都没钱赚的 你卖了一只鞋都买了两亿 那你就全部丢掉基金去支持 然后自己代赚一亿 退休 对不对 你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就是到了最后 大家都是将一些 就是有个限制的 那个牺牲 你说牺牲到 你刚才说的一人捐五千 一人捐一千 你说一千是断尾的 或者会愿意 但是你说 根据真的 真的剧本要这样 可能要再要工 最好性的话 那就难了 我暂时还没见到一个人 是好像人家讲 抛头脑舍越血 或者好像人家作出 很大牺牲 就是有钱的人捐出一个比较似样的数字 不是说那些几百万 甚至不是说一千几百万 而是说要二亿计 可能你自己的身家 有一千万 你捐一百万 你的身家是一个重要的 你全部到最后都是靠小额 筹款来中筹 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 就是相对于 那些年轻人的牺牲 那些大人的付出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可能 明白吗 我自己才说 你有十亿 你说有五千万 其实那五千万的人 总身家可能是说几十亿 他只不过是捐零口出来 虽然说条数很大 但是实际上其实只不过是他 他当捐了半个月或是一个礼拜粮 捐了一个礼拜粮 就是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是比较是有些 有些身家的人 是 或者是 会是真的捐出 相应于 那些年轻人所作出的肉体牺牲 比例的数字 612虽然团了五千万 最多的人捐了三万 你就知道所谓的牺牲 其实就是一个很少的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是真的愿意作出 就是比较有些是作出牺牲 支持这些运动 大家都是 我精神上支持一下 或者是不损害我的利益之下支持一下 就是不会日浴的 我捐是无所谓 但是不要叫我捐入育 或者我罢工无所谓 总之不要罢你入育 就是说 我都说连最激烈的人 都不肯生一日公司 我今天公司不做生意 我全部我带了 我几十个员工 可能有几个员工会 大概一百几十个员工 然后就去 我今天公司不做生意 就算是最激烈的人都不捨得 对不对 最后讲回 有些人是比较现实的 他们就说 不如一人买一股TVB股票 去股东大会搞事 你觉得这件事实不实际呢 这么说 用途家务 但是毫无疑问 这件事 就是成本和效益 效益是比较大成本 因为比较麻烦 因为付出实用太少 有没有用才不要理 起码你发泄了 你一股一千元 千多元 你发泄一大轮 然后报纸一报道 那是有用的 但我最后也要嘲笑某位时事评论员 他就说 我们其实都不用买一手 不如我们买一些税股 然后就可以一人一股 或者几股TVB 就可以去搞事 麻烦你 现在TVB的市值 这个股价就是11.98元 是111股 1200元也不用 如果连1200元都拿不起 还要觉得费税股 还要省着计算 就是刚才周显大致所说的 你连一个产品的牺牲 你都不愿意 但是这个人都反对了 因为其实那1200元 对于国外市民人 可能对于国外市民人 那1200元就太重要了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